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币圈老韭菜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完全为狗币的爱好者量身制定的一个项目 叫做Mundoge 这个项目就在昨天早些时候 刚刚开启了它的流动性挖矿 这个项目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手上是狗币的信仰者 你持有很多的狗币 并且你相信狗币的未来 不妨关注一下这个项目 我们知道说起这个项目 我们首先要说狗币 相信大家对Dogecoin已经是非常耳熟能详了 但是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在Coin Gecko上面 差不多list一共有8316个Coin 但是可以说在8316Coin里面 社区做的最最完美的 我不得不说 如果狗币说第二 没人敢成第一 就狗币的社区 可以说是整个加密货币领域里面 做的最最完美的是数一数二的 但其中不罚首富的喊单 有些名人的喊单 这个是离不开的 对吧 包括宝二爷等等一群人 都对狗币是情有独注 好 当然狗币呢 很多人持有狗币 这个狗币的 它的 就是影响力确实是非常非常巨大 当然也是有爱有恨 爱的人呢 是因为狗币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对吧 我记得我们群里面有个兄弟 他之前挖了很多的狗币 然后就遗忘掉了 今年狗币在涨到差不多七毛钱的时候 他把这个私钥找到了 瞬间就成为了百万符 美元 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这个身价 瞬间就通过这个狗币 当然后面 因为市场 519的暴跌 对吧 就导致现在狗币是最高0.8 现在是0.24 肯定有很多人 在声套其中 但是如果你们相信狗币 相信马斯克 那我们就要讲今天的项目了 Moon Doge 什么是Moon Doge呢 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为了狗币的爱好者 量身定制的一个DeFi应用 但我们知道狗币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应用 除了潮以外 对吧 你说美国有的地方 比如说那个什么FTX 什么Arena 还有很多地方 他们说我们会以狗币来接受支付 那是在美国 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如果你现在持有狗币 确实没有什么用 对吧 除了放在Exchange里面之外 那这个项目呢 就可以把你的狗币灵活的运用起来 那这个项目 目前呢他推出了EU发明的这个功能 这个项目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个项目的简单介绍 对吧 他自己这个平台呢有个平台币叫做Model Model是他的平台币也是他的治理代币 我们根据他文档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这个项目呢他会有一些功能 对吧 有交易的功能 Swap 就非常类似于UnitSwap 有Liquid提供的功能 有EU发明的功能 有那个MoonPulse 这个就有点像Pancake的Pulse一样 你可以质押单币质押来获得他们的Model 还有呢就是Raffle 就是你拥有狗币 你可能去抽奖 获得他们的Token 还有MoonX MoonX可能是一个Landing Platform 就是通过狗币 你手上狗币质押在里面 你可以借其他的代币 对吧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它主要是围绕着狗币 打造它的周边 那么看一下Model 最最重要的是它的Tokenomics 首先呢 它是在Binance MarkChange的平台 对吧 BAP20 然后如果你有狗币的话 你要先转成BAP20的狗币 大家可以通过Binance Exchange 和Binance Bridge 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很多次 有兴趣大家兄弟 也可以去看一下 对吧 然后它的Max Supply 差不多是10亿枚 这个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的多 相对比那些什么Safe Moon 什么PIG 石币 弄不弄就是几万亿枚 1000万亿枚 相比这个10亿枚 真的不算多 然后他们的Tokenomics呢 20%呢 是Community Incentives 这其中包括一些Marketing的Campaign 包括空头 包括可能给社区的Contributors 发放一些工资等等 对吧 这部分呢 是预算流出来的 其他全部的80%呢 是通过Mint和Staking 来分发给所有的人 就是说他也是想把这个代币分发给绝大多数的人 好 他们还有个机制呢 就是他们会Repurchase and burn 对吧 他们这个虽然是一开始是10亿枚的代币 但是他们是一个 他们的经济模型呢 是Deflationary 就是通缩的一个模型 当每次你参加交易 对吧 其中有万分之六都会被烧掉 对吧 因为有个千分之三的手续费 但其中的5%就会被烧掉 我要比Burned Raffle呢 现在还没有开始 那以后呢 Raffle呢 5%的奖励呢 也会被Burned 所以说总的来说 他最多是10亿枚 但是随着时间 如果他的平台火了起来 交易量大 还有他的抽奖 这个功能强大之后 他的代币会逐渐的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他的Road Map 它Road Map差不多 的EU发明 6月28号 就是在两三天前刚刚开始 对吧 Phase 2 然后会有Raffle 对吧 会有MoonX 是个IDO的平台 MoonX OK 然后Phase 2呢 它会做一个Aggregator 有跨链 多链 有投票 然后还有Option Trade Face 3 有Landing和Borrowing 有Margin Trading 还有NFT又来了 Dog Breeding Gamification 对吧 NFT又来了 好 那我们为什么 现在推荐这个项目 可以大家来参与一下呢 因为他的挖矿 刚刚启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挖矿的现在的API是多少 总的来说这个是没什么 Exchange就和Uniswap非常相似的 Yield 在流动性挖矿 现在呢提供两个 一个是Moodle和WBNB Moodle的年化是6822 然后因为他有那个嘛 他要跟他的代币Moodle相挂钩嘛 所以说就是 风险会相对来说比较高 对吧 但另外一个呢 就会好很多 Doge和WBNB呢 就会好很多 因为Doge和WBNB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如果你手上持有很多的狗币 你不妨参与一下这个池子 Doge和WBNB的池子 好 Staking 我之前也Stake 我之前买了一点参与了一下 之前我Staking了一点 3000个对吧 大概30块钱现在 挖了大概10分钟挖了7个 就感觉现在速度还是非常快 现在Staking的API是7452 好吧 就如果你没有狗币 不妨参与一下 也有的里面的Doge和WBNB 541的API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现在挖矿很难找到541的API 有很多地方写的是几千 那都是API 都是API 我这边有个API to API的Calculator 541的话 负率的话就达到了2万1000多 就很多人看有几万什么的 其实这都是API 就API下去541 行 这就是 那我们要说一下 如果这个项目成功 它最最重要的就是做它社区 也就是说 把狗币的共识 把狗币的周边能够打造出来 让越来越多人拥抱这样的一个 Moon Doge的这样的一个社区 我为什么说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有前景的呢 因为它社区做得非常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telegram已经有五万个follow了 四万九千个follow对吧 四万九千个follow还是蛮多人的对吧 还有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它的社交平台做得非常的完善 有推特 有telegram对吧 有instagram 有blog 有reddit 有bitcoin talk 有youtube 几乎什么主流的都有 看它油管平台 几乎什么样的主流都有 主流的平台几乎都改过了 连bitcoin talk都有 这个是很老的一个平台 就早期的人都是在bitcoin talk上发帖的 好 那就是说 如果它的marketing能够越做越好 那相信它的币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大 对吧 就会越来越广 说白就这样 非常简单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讲到这 如果你是狗币的爱好者 你想长期持有狗币 你相信马斯克对吧 那不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项目 moon doge 我会把这个项目的链接 放在我的description里面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 Peace